好 那麼老師您剛剛從這邊這兩個小團體呢 會跟我們待會有關係 一個是剪貼部的一個加強 好 像這個老師平常或者您在用這個收集資料或整理教材的時候 應該常常扣來扣去的吧 對不對 網頁也好 文件也好 但是Windows內心的剪貼部真的遜了一點點 永遠只記得最後一個 怎麼搞的搞不好 所以這個會比較厲害一點 像您在我這邊看到這個 我有複製過的通通都在上面 隨時要存取很方便 下次開心還在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把一些不想要移除掉的 就把它保留下來也可以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用到 那再來就是說您在做教材做報告也好 整理資料的時候 常常會需要抓螢幕上的畫面 大多數大家會的就是print screen 鍵盤上不用任何軟體就有了 但是如果你用這種方式抓 會把下面那些東西全部都抓下來 因為它就真的把螢幕拷貝一份嘛 可是這樣的缺點就是你到軟體面還要再裁切一下 所以您可以試看看這個pick pick 我們來看看它有沒有好用的地方 那等一下來看 那麼再來呢 這裡順便介紹一下 我這邊 看一下這裡 好 這個呢 這裡 有我的聯絡電話 然後Email還有部落格 好 因為我們上課有提供眾候服務 所以如果 如果老師 欸 或者您回去之後 用了之後 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一起再討論 像我跟另外一位廖老師 我們就很久以前就認識在中華國橋認識 好 OK 那我有部落格 所以呢 您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在這邊 您可以直接用Google 找我的名字就好了 不用寄網址 現在人沒有那麼勤勞對不對 直接找我的名字就好了 那 因為我有買關鍵字 老師要會行銷嘛對不對 好 你找到第一個是雅虎的 但是 這個呢 因為雅虎現在不行了 所以我有搬家 我都搬到下面這個 這個是Google的 您從這邊進來之後呢 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其實 我在外面延期會有很多免費軟體 所以我在這邊有放一個免費軟體下載的 我都有整理好 然後分類好 那所以您可以看有需要哪一個 如果有興趣就可以再去看一看 那麼另外呢 我們家也有開電台 所以 YouTube的頻道 可以看到 這個 像上個禮拜的 上個禮拜的 這裡 就放進來 好 所以 呃 點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上禮拜 上課的內容 上課內容 那我都會分主題 就是一段大概10到15分鐘左右 好 10到15分鐘 不會讓你兩個小時看一段影片 沒有人要看的 哈哈 好 自己DIY也很難看啦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是給您參考一下 那麼 如果說您想要看到我去哪裡 上過課的 這個 事實上這個 Google地圖 我們也可以自訂啊 對對對 我的足跡就遍佈在這裡 就很好玩 其實像這個老師在教學上 或行政上也可以用得到喔 你可以自訂啊 自己做 做那個啊 滑過去 這裡會有啊 看一下 滑過去應該會出現啊 唉唷 什麼時間上什麼課 都在清楚 我就會比較清楚 當然這是我公開的啦 我也不公開的啦 自己出去玩啊 或者是你以後想要去玩的 這個其實老師在教學上 事實上都可以用得到 很好玩 很好用的這個東西 以後有機會再跟各位分享 那這個上面是 給大家參考一下好了 大概一些東西 好 OK的 那 了解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今天我們要做的 那協作平台呢 顧名思義其實主要 是用在什麼 多人協同 一般來講就是專案 專案或者專題啦 這樣子一起用的 那當然也可以當作是個人網站 或者像我們的成果網站還用 它本身是免費的 所以您只要有Google的帳號 基本上就有很多服務 這服務裡面就包括協作平台 所以呢各位老師現在已經取得了 入門票了 再來呢等一下我們就要看一下 怎麼樣去建立跟管理 新的協作平台 那因為我們只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當然不可能從頭開始做 那 我們 這邊呢就是先幫老師 跟行政人 我們就先準備了兩個 簡單的Sample 讓你先套用一下 那您可以根據需要再去做調整 這需要再去做調整 好 那麼Google裡面還有一個叫做雲端硬碟對不對 雲端硬碟呢 各位也不要忘記了 它也是很好的一個儲存的空間 我們預設的話 老師在Gmail這邊 學校的應該是20G 好像我們一般外面的如果 不是EDU的就是10G的空間而已 所以老師等於多了一倍 那這上面空間 您可以放照片 放文件 那放好之後 可以再拿到什麼 協作平台來用 因為一個協作平台 基本上是100MB 100MB 乍聽之下沒有很多對不對 但是其實說真的 你要用到100MB 也不是那麼容易 而且它並沒有限制 你可以建立多少個協作平台 它只是說每個協作平台的空間 是100MB 你要建立10個也可以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您可以參考的 最後呢 像我們現在學校裡有什麼 行事曆也是用這個 Google的那個行事曆 您可以跟它搭配做整合 甚至如果您有通過那個 叫做行動驗證 就是你的手機 那你還可以告訴他 時間快到了時候 自己指定時間 發送簡訊提醒 因為有些時候 可能老師不見得 每個地方都有網路嘛 對不對 好那你用簡訊的 幾乎是大家都收得到的 都收得到的 所以可以用這樣 那目前這個都是免費的 好OK 那您了解這樣概念了之後呢 等一下呢 在這裡像老師 廖老師有建立這個 哈哈哈哈 店裡擺去找的已經看標了 一個英語的學習的 一個性別的 這是我們學校裡面 目前有的 那經過上禮拜的洗禮之後呢 現在有一堆 有一堆 當然都是練習的比較多 可能要看老師的選擇 因為協作平台也只是 其中一個工具的選擇 那再來呢 APP Invented 這是Google的 就是做所謂的那個 智慧型手機 APP的 應用程式的 他也是用協作平台 所以 前面這幾個 簽給老師 跟大家看一看 就是說 協作平台的呈現方法 跟一般的部落格可以比較不一樣 好 部落格一般都是比較 以時間為倒序的嘛 最新的就在上面 然後慢慢的就被 擠到後面去了 但是呢 你可以在這邊 可以有比較不一樣的 那麼 上齊國小 這個是 他們 是整個學校都用這個 有老師知道 這個國小在哪裡嗎 我做編文軍 跟他在 離他有一點距離 我在大金 這在小金 小金們 小金們 因為他們人很少嘛 那又沒有什麼經費 所以 以前啊 現在好像有變了 但是以前的話 就是 整個學校就是 學校入口網站 就是協作平台 這比較特殊的 因為 總是沒有那麼多人的意思啊 對不對 那再來這次 我去中正大學的時候 他們那個研究所的同學 跟老師的那個計畫案 他就用這樣去呈現 就用計畫案這樣去呈現 因為其實你要再去弄也比較 自己再花時間 學網頁製作 有點累吧 以前老師可能都有 進入歷過這段 歲月對不對 以前的班級網頁可能 都要自己做啊 可是 不是每個老師都對網頁設計有興趣啊 這樣就有點累了 那這個呢 是長藝高中之前去分享的時候 他們 學校老師 也是像這樣去使用 另外像那個什麼 像那個 思域國中 思域國中 他們也是全校都在用這種 協作平台的方式 去做各科科式的那個 網頁還有專題網頁 所以使用上還不錯 那這個下面這個不好聽 但是他有一些協作平台的教學 所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另外這個是北安中心教師 這個是他用我之前去那個能人商工 在新店那邊 能人商工他的 我也幫他們設計一個就是一樣範本 那他用我的範本再去改的 這個是都給老師稍微參考一下 這樣都沒問題了吧 所以您可能會比較清楚說 到底協作平台 待會做出來會長什麼樣子 那我就把他們還給您